農娃不够干净的,或者他吃的东西,就脏脏的还是很多很多 有可能就是我们阿拉伯人自己找理由,自己找结构啊 但是宗教上面,有没有说完全没有的呢? 我们不能喝酒啊,阿拉伯这个民族呢 或者说,伊斯兰教不能喝酒的呢? 像迪摩,我从来不喝酒,我一滴没有喝过 我还不知道酒的口味是什么样的 对,就是宗教的关系呢 所以呢,伊斯兰这边的呢,在一般的地方都卖不到酒 因为我们当地人不会喝酒的呢 来 埃及这个国家,就跟其他的国家不太一样了 有一些国家,他们有把宗教跟法律连接起来 像那个首级阿拉伯,那个伊朗那边的呢,阿富汗那个国家 埃及这边呢,早就把法律跟宗教分开起来了 意思就是,宗教方面,你做你的,我做我的,我不管你怎么做的,你也不用管我怎么做的呢 那,我今天有没有祷告,那别人,他们也不会问我,你今天有没有祷告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,管你什么事 对,那我们那个,一年要安排那个施舍 对了,你要就是说,如果你存下来一打必权,过了一年以后 对,那我们的那些人是没有练习的,我准备了